施策或者说太极 主要灵敏和帮助我们 祷告分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上回我给大家留了个小问题 其实就在我的屏幕上面已经回答了 上帝是怎样掌管人类的历史 包括你现在的生活 你现在的生活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小朋友 我们说神掌管你怎么掌管 上回就是我的屏幕 三种状态 一种超自然状态 上帝借着神迹启示 直接干预人的历史 第二种状态 就是自然状态 就是上帝借着祂的道 管理人类的历史 或者圣灵借着祂的道 小教理问答 好像是二十二问 是二十四问 耶稣基督启示和祂启示的道和圣灵 掌管人类的历史 第三呢 神道成肉身 直接进入人类的历史 第一种和第三种呢 都不是经常 不是经常有的 第二种是常有的 所以你要明白人的历史 其实就是你明白你现在的生活 你怎么明白呢 就从全国道来明白 道行天下 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是我管不着你的事情 就是你要熟读升级 非常的熟练 你不要翻个早上 你不要新运和旧运在哪里 这个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 这个只是靠你和你爸爸妈妈家庭的努力了 因为人类的社会多复杂 我们今天继续讲路加福音 讲的稍微会讲的细一点点 因为是主耶稣的每一件事情 都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上回讲到了 死洗约翰 讲到了玛利亚和伊丽莎白 讲到这里 上回我们讲到玛利亚和伊丽莎白 玛利亚的祷告词 玛利亚是一个农妇 在古代 我们很难相信玛利亚也受过很深的教育 一个是她是女性 另外一个她父母比较贫穷 在古代受教育的人 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 或者是其他地方 一般男性都没有机会受教育 大部分90%以上的都是文貌 这有钱人家 富裕的人家的儿子才受教育 女性受教育 更的机会非常的少 是皇家贵族的 所以玛利亚我们可以大致知道 这么推理 她是个文貌 或者是比文貌上面好一点点 可能还是十几个字 也不会很多 但是她的祷告词 为什么祷告得那么好呢 说明什么神学 让你再做人类的一个反律 这个神秘的工作呢 这个不好我把它缩小 因为我要备注 我备注了一些东西 出来 出来 上回我们讲了 玛利亚的祷告词里头 她祷告了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神 新约和旧约之间的一个 一个反核性的历史原则 一个什么反核性的历史原则呢 上帝借着卑微的人 成就大死 这借着玛利亚这个使女 成就大死 然后在历史当中 那些狂傲的人被赶上 有权的十位 卑贱的身高 饥饿的得保持 富足的空手回去 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上帝没事跟人开玩笑吗 拙论人吗 我们的同学 大的同学 我问你们家情况如何 我教过的书 我自己家的孩子 他大得喜欢拙论小的 因为生活没事干嘛 就拙论对方一下 是不是上帝想捉弄我们 是不是 那我同学 回答这问题 是不是 没有事开玩笑 捉弄我们 反正你是人吗 你没有上帝那么聪明吗 我就捉弄你一下 那大同学 捉弄小同学样子 把他东西给藏起来 他走了走了 他鞋子拖在那个地方 我手起他一只鞋子 等下他起船了的时候 找鞋子找不到 捉弄他 嗯 可是我们小时候的女同学啊 有辮子啊 男同学把女同学的辮子呢 就夹在那凳子后面 他一起来 哎哟痛得要死 后面的那个男同学 捉弄的女同学 是不是上帝就捉弄我们 男同学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男同学知道 特别读了 我们特别读了 创世纪 世纪上的亚伯罗汉的 为什么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这么搞 然后同学就说 是不是都不在线上 我看一下 看看人是多少 都不对 是因为 是因为呢 谁要熬练我们 当然是熬练我们 这根本的目的是在 《路加福音》一章55节 这根本的目的是干什么 这不是突然要做这件事情 熬练你们 那不熬练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是熬练我没错 一章55节 我特别请大家去查考这些节目 这个是一个永恒 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他不是搞个什么新名堂 约是行业 他的就业有什么关系 耶稣基督为新就业的关系 就这里出来了 一章55节 然后同学知道上一节课讲过了 看有没有认真听课 要去想啊 为什么要搞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颠三倒四啊 好像有才华的 有自驾傲的也就降杯了 降杯就得就升高了 啊附着的控制而去贫穷的得宝责 那为什么要搞这件事情呢 他为什么要搞这件事情 大家还没有看懂那个一章55节啊 我不太清楚你上回听课的时候在干嘛去了啊 为了成全亚伯拉罕的约 黑屏了 对黑屏了 看不见屏幕 哦好好好 稍等一会啊 哦好好好 我我我我调整一下啊 调整一下 哦大家 呃 我在问了 我把屏幕稍微调整一下啊 但是这个问题你继续思考 主耶稣为啊 或者说上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啊 啊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 啊 他在留网述的问题啊 那个啊 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啊 你回到这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成就亚伯拉罕得约 亚伯拉罕得约是什么回事啊 上几个没认真听啊 就是那个 就是要那个 就是 万国要赢你得福 万国要赢他得福 没错啊 得怎么得福 万国怎么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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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去查考了啊 创世纪啊 是市长的啊 就是亚伯拉罕信我以赛以后 上帝跟他立的约 完整约 进入亚伯拉罕的约 怎么得福 咱有没有得到这个福 我今天能不能够体会到 上帝救我们 好叫我们遵行上帝的一切 律法 话语 是亚伯拉罕 应许在亚伯拉罕成就在我们身上 还记得那句话吗 创世纪二十四章 我带你们查了前一位同学读的 我不记得是前一位同学读的 亚伯拉罕的约 是要叫我们得福 他得福为什么成为这么一种方式 为什么是叫卫卑的身高 叫高傲的降卑 贫穷的得满足 富足的杀销 他为什么是一种最美专的方式 一种颠覆性的方式 或者是背反的方式 因为他让你贫穷的得感恩 你感恩怎么感恩 你怎么感谢上帝的恩典 这中间包含了一个感恩的过场 一个守约的一个事情 怎样守约的事情 这叫鬼证 或者是也叫鬼证 你查过的圣经经文了 要有一点印象的圣经 要不然我就正经为讲上一节课 不好意思 我们接着来 然后再讲约翰的出身 约翰的出身 施洗约翰 我们看一下施洗约翰的出身 是有一个出身的事情的时候 但施洗约翰出身的时候 他的爸爸撒加利亚 又做了一个祷告词 这个祷告词也不是撒加利亚自己的祷告 而自己发明的一个东西 也是圣灵感动他 感动他也在受新旧月之间的关系 大家看二章的六十八到七十四节 我请一位同学读一下 撒加利亚这个祷告词 二章的六十八到七十四节 不知道明白你为什么祈祷 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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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一论 何启生 方便读吧 方便 方便 断不掉 那个 路加福音的二章的六十八节到七十四节 二章 二章表五十二节 一章是出来 一章是出来 一章的六十八节到七十四节 一章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魏加州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 圣先知了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十点灵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提的事 叫我们去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好 谢谢 亚伯拉罕的岛实际上面 他是重复 重复了那个 玛利亚的岛 不过岛的形式不一样 都是在讲新旧约之间的关系 耶稣基督来 他是旧约的弥赛亚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不是把旧约给废掉啊 这正在一个什么新旧约的关系呢 就是主耶稣按照圣经的应许 他来到大卫将作王 他拯救人脱离撒旦的手 就是作恶的手 上帝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脱离作恶 不然你有没有体会 你问你们 比如说男人戒烟 女人借着购物的习惯 那个雪拼的习惯 雪拼啊 大家知道 知不知道 这些坏习惯 那个shopping shopping 中国人叫雪拼 平平买东西 马上要度手了 今天10月25号 马上11月11号 就是度手节了 购物狂的节日来了 某人很难掌控 或者是几乎不能够掌控你自己的习惯 你不能够掌控你自己的习惯 人被罪恶征服了 或者是被撒当征服了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大人小孩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中国人美国人都是一样的 主耶稣基督来了自己把我 他的目的是把我们成罪恶的人救出 你知道吗 你每一个人对付自己的罪恶 那人对付不了 那只要靠神脱离仇地 以及恨我们自然的神 那么他是这么做的目的是 纪念他的圣约 所以我们行约叫行约旧约 都是约 在这个约当中 我们中国人 我们都没有守约的习惯 你看刚刚这个上个课 我们很多时候 我可以提醒大家 你来不来我这种上课 我都不会生气 但是你来的就准时 不要准时 这准时是什么 啥意思呢 不是说你不准时 你就是一个毒坏的人 我没有这么说 而是说你操练一个守约的习惯 一个尽情的生活习惯 都在小事方面操练 你看我们一生能够做几件大事 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他会不会找你去调节 你这个是新耶稣是和平的使者 他会找你去调节吗 不会吧 对 你凭什么去调节人家 你说话谁听呢 我说话谁听呢 不会听我们的话 是吧 我们就是在生活中 这些小时候没考虑 就纪念他的约是联名给我们 联名以后怎么样呢 这就是成全这个约你知道吗 新约是成全旧约 成全知道吗 旧约有个空缺空在那个里面 你读旧约的时候 我给大家一直讲先知书 一直讲那个弥赛亚要来 弥赛亚要干啥 来来干什么 一直讲弥赛亚来来干什么 拯救我们世人 拯救整个拯救法 拯救我们怎么回事 拯救我们干嘛 拯救我们进入天堂 没错进入天堂 怎么拯救我们进入天堂 要脱离什么东西 脱离罪 脱离罪 对同学们讲得很好 我跟大家讲 这个你看不看屏幕也不重要 我就用这个先给你讲一下 我等一下 我们看我们的申请 打开申请 我跟你说 这个 新就业的关系 你同学们一定搞清楚 新约是成全就业的 在这里成全 成全就是人本来活在罪恶当中的 那我们怎么脱离罪恶 耶稣基督是怎么让我们脱离罪恶的 这个是一个极要的生理 你不能不知道 一 耶稣基督通过什么呢 他的宝血 做祭祀 做祭祀 让我们脱离罪恶 我们的罪免了 我们把过去的罪恶给免了 就是我们欠的钱一样的不用还了 你还不起 对不对 我也还不起 还有一个 上帝不仅仅 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 还有你要得胜罪恶 你要得胜你现在的罪恶 我每天都在得胜 老师头发都白了 那怎么得胜罪恶呢 上帝赐下他的道 就是圣经的话语 我经常问同学们 彼得和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手上带什么圣经 听不见吗 我讲话你们听不见 他肯定只要就业申请 那个是没有的 协约申请 你听我讲说的 你现在那个屏幕打开了 就是有点点麻烦 你看着申请 你看着申请听我讲 他们带着这本就业出去的 就业申请 那么为什么他能够用就业传福音 今天我们的人 打个比方 如果不小心家里起火了 把新约给烧了 你能不能带着旧约给人家传福音呢 你行不行 不是特别行 那你就把诚信 把圣经历史再学一遍 我就跟你讲过的 先知书 都是福音书 先知书都是福音书 圣经里的每一卷书都在讲基督 我都跟你们讲过 那不是你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再去听一遍 那么我们再看 一章的七十五节 我请加签读一下好吗 陆家福音的一章七十五节 好的老师 老师是一章多少节 一章七十五节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 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好 谢谢 上帝救了我们进天堂 但我们现在没有进天堂 没得填上去 在地上干嘛 世界上面只有一个人 谁啊 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 他端端信仪式就被拽到天上去 那你和我还得活的时候 怎么 地上是怎么活 我们没有立刻死掉 对不对 对不对 在地上怎么怎么 整救我们的目的干嘛 在地上要干嘛 刚才读了的 刚才读了的 要我们干嘛 Pete 要我们干什么 啊 刚才读了的 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哎呀对呀 我们没有死 对不对 我们当然是音线 我们没有死掉 对不对 我们还活着 甚至可能还活几十年 你们活得更久 你们可能活一百年 对不对 寿命比较长的 那你的地上怎么活着 用圣洁和公义侍奉 所以你在地上过来 就这个约 这句话就是亚伯拉罕 上一节课我们读过了的 创世纪迪二十四章 上帝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你要教训你的儿女 怎么来 遵守神的一切法度 好叫亚伯拉罕的福来赐给我 这个是否不仅仅是 今天是天堂 知道吗 如果信爷的时候得永生 那精神怎么办 我现在怎么活 我们有死吗 对不对 还是个人嘛 就用圣洁和公义 事分的 这叫成圣的路 这也是基督拯救的一部分 对吧 你刚才只说耶稣基督救我们 怎么样了 进入天国 你把耶稣说得太小了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蒙分里看人怎么样了 把人会看怎么样了 你在蒙分里头去看人 会把人看着怎么样了 后面话怎么说 蒙分里看人会把门主 把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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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啊 这外国人呢 蒙分里看人会怎么样 只能看见一身 是私的人 蒙分里看人 把人看扁 你不会说是邂逅语 蒙分里看人 把人给看扁 我们把上帝看扁 看小 怎么 那你活在世界上 你心里面 你现在还是小朋友 你们也经历很多的艰难 那你就面对人生的艰难 你不是说错 你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 别人家不敢伤孩子 你们家一样都不敢伤孩子 别人家贿赂 咱们的记录图 跟政府上交道的一样的贿赂 生礼物 别人搞关系 我们也是去搞关系 对不对 谢谢人家说 只对眼神来 那精神怎么办 你叫我 我还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 别人家出去卖菜 我就遇到过 卖菜 卖那个蔬菜 做小 上饭 别人家短间少两 八两寸 六两寸 我们基督徒卖菜 也是八两寸 六两寸 为什么 你为什么形成这个鬼样子 因为你只知道 信耶稣得勇 那精神怎么活呢 对上帝的救恩 认识的太少 认识的太少 信心 微弱 接近于死亡 你一个人是活人 没错 他是活人 但是他躺在医院里头 他起不了床 他请问他能做饭吗 你说他是人了 怎么不会做饭呢 他病了 他是人了 能不能上去读书 我不了 为啥 因为他病了 病了 他在床上起不来了 我们的人 如果你只信耶稣 得永生 那么你就像刚才 我说的病人一样 你只能躺在床上 等别人喂饭给你吃 别人不喂饭给你 你就急了 因为你像贪子一样的 在床上上 因为你的上帝的救恩认识的太少 太可怜了 这里我专门不如讲 只讲耶稣 记得这个历史 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 新就业之间的关系 今天很多游戏朋友 真的是很可怜 他就业不赌 就业不赌 或者是赌得很少 你可能什么马拉基书 什么萨加利亚书 他一辈子都翻不了几次 这很可怜的 他对信仰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只是没有死掉而已 不是贪子就是病人 这就很可怜 我们刚才给大家特别讲的这个地方 我再给大家共享一下这个屏幕 我们刚才又讲到了约翰的出身 他爸爸的祷告 出不来了 约翰的出身 那我们再讲耶稣的降神 耶稣的降神是在第二章 第二章 这个屏幕很模糊 又模糊了 而且而且好像那个好像不动 好的 我把记本停掉 那个屏幕刚才像二维码 那我们看一下 我不看 我们就看到圣经 大家看到那个阿藏的一节 一节到 耶稣基督的出身 我们先看一节到第七节 一节到第七节 我请这个GN读一下好吗 一节到第七节 当那些日子 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策 约恩瑟也从加阿利利的拿萨勒城上游泰去 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 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拼之亲 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 到了就收恩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没有地方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圣经的历史背景 跟大家讲一下 奥古斯都凯撒都是荣誉称号 就是国王的国家元首 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国务国主席 什么金正恩大元帅 都是这么一些荣誉的称号 凯撒是我们中国人叫玛利亚 叫皇帝 欧子的叫他们 罗马帝国的叫凯撒 报名上策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一个国家 它进行人口统计 古代 罗马帝国 它为什么要中复地中海 它是有目的的 不是我中复了你中复你取有什么作用吗 就是要搞钱嘛 对不对 一个是搞钱 一个是找人干苦力 找人干事 第二个是找人要钱 因为我统计了人口 方便收税嘛 知道吗 就这个目的 我们国家也是一样 为什么统计人口 方便收税 方便找你要钱 还有一个方便什么呢 找你干活 怎么找你干什么活呢 一般前面不找你 也不会找我 比如说我们国家要征兵 解放军要征兵 那怎么就到哪里去征兵呢 我军队我要年轻的学业 比如说我要到湖南 东庆湖边上 找一些海军 我在广东 沿海地带找海军 你去找 那里没有年轻人 你去找啥 我要广东 要找多少兵 到江苏要找多少兵 它怎么样呢 它必须有什么依据 就人口统计 上户口 知道你在哪里 我好去找你们 我都不知道你 我怎么招 这种人口上策 巡抚是什么 巡抚相当于 我们国家的省委书记 知道吗 省委书记 大家知道省委书记是干嘛的 就掌管一个地方的巡抚 大城 中国古代叫巡抚 满清的是叫都督 巡抚呢 他原来呢 他和省委书记有什么 不一样的 巡抚原来 他不是一个光字 他是个青才大城 他是由那个国家派过来 监督地方的 地方呢 还有个西立王 西立王呢 是属于自治 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什么呢 西藏自治区书记 主席 或者说相当于新疆自治区 主席 知道吗 那他巡抚比那个怎么样呢 巡抚比那个西律要大一点 因为他直接隶属于怎么样呢 罗马帝国的 像整书记 省委书记比省长要大 就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这个名词了吗 那么耶稣基督 他们呢 就顺负在上掌权 因为他是罗马人 如果他不顺负的话 那我就不择了 不让你统计我们家的户口 我干嘛要让你们统计我的户口 统计我的户口 我还交税给你 还有我们在这里 看到了一个什么呢 但是玛利亚要生怀孕生孩子的 怀孕生孩子的 他为什么住客店呢 没有亲戚朋友 知道吗 他们将没 今天我们在城市里头 看到的这种酒店 什么觉得 24小时 有吃饭的地方 有睡觉的地方 这种酒店 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在一切 主耶稣离开世界 大概一千年之后 中国的宋朝发明 在古代宋朝以前 世界各地也有酒店 住的是住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 是吃饭的地方 它是分开的 知道吗 有的地方可能有吃饭的地方 但是不一定有睡觉的地方 有地方有睡觉的地方 不一定有吃的地方 一般当官的 你如果出差 他当地有驿站 或者叫 就叫驿站 没别的名词 就是国家在各地 他是有个办事处 那地方能够喂马 能够住宿 还能够提供一点吃的东西 那么像玛利亚 或者说像约是他们这样的家庭 没有 他只能找客栈 只能找客店 跟住下来 那么客店呢 又满了 他只能呆在马槽里头 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呢 不好 人心很饿 人家伤孩子的 都没有人让一个藏位给他 就像我们坐公管轿车 有些妈妈腾着个大肚子 但是也没有人让个座位给他 没有人让座位给他 他也没有亲戚朋友 不是说 这里有个地方能不能接待一下 有个教会接待一下 像那个玛利亚约萨他们 比较金钱爱主啊 来到这个伯利恒呢 是不是有个家庭可以接待一下 让他睡个晚上 没有 就没有 所以他生就是在马槽里头 为什么找马 这马槽比较怎么样呢 马是比较中贵的 他槽头呢 干净一点 干净里有刀槽 或者说别的草料的东西 可以温暖一下人 人怎么样呢 暖和一点 就这样 总不能放猪蝶里 这就我们看出来了 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 人是会道德的败坏 人性的冷漠 人性的冷漠 约是他们家的孤单 我今天早上 我跟同学 跟我的朋友圈发了个 灵修的 我学的是 诗篇102篇 人很孤单 人像 尽情像孤单的麻雀一样 你不要以为 你我很爱主啊 你几个人都会爱我 你做梦啊 你做梦啊 你不要做这种梦好不好 你欲尽情 你不一定 有很多人爱你 甚至很多人还鄙视你 人家耶稣当人家不爱主吗 玛利亚 他要需要别人分心钱财吗 他就是做木匠的 对不对 但是你活了多孤单呢 生个孩子都找不到个地方 所以你不要天真了 你再天真下去 圣经就白去了 对人不要成多少希望 仰望神 不要对人成多少指望 你自己有一份热 你就发一份光 没有就没有 在这里头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主耶稣基督的畜生 这太长了我就不多了 八章 二章的八节到二十一节 二章的八节到二十一节 大家看 那么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 这里有牧羊人 请问如果是冬天下雪的时候 中东的气候 大概跟中国的江西湖南差不多 现在湖北差不多 当然我们比它气候也好 我们国家环境比它好 还有很多个沙漠地带 矿岩的地方 请问你现在这里有没有湖南 或者湖北安徽的同学 你们证据有没有 你现在半夜山跟你出去放羊吗 你们家出去放羊放鸡吗 出去到外面散步吗 半夜山跟冷的时候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三冬肯定会更冷 就是三冬比较冷 那安徽呢 那老师哈尔滨呢 哈尔滨都不用说了 那冰天雪地 我说这个大概跟以色列 差不多的环境的地方 不会出去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 绝不会是12月25号带生了 因为那个时候冷的 要是谁半夜山 出去放羊吗 是不是 你什么眼睛去放羊吗 去看羊呢 那羊都怎么样 那冷的时候怎么样 有蒙古人都知道 冷的时候把羊 要赶在了山谷里头 人抱着羊睡觉 在外头的话 就温暖一点嘛 待在屋子里头嘛 你最穷 有这么找个没有分的地方 你不是 我们穷不得老是傻 那到大雪下雪天呢 你在外面闲惯了 去看羊啊 你可能待在屋子里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 不会不是12月份 这就哪一天 圣经没有告诉我 他不告诉我呢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为什么不那个 路家不写清楚 那个时候 GN你说 因为如果现在有人 跟他生到了同意的日期 就是12月25号 有人可能就把自己给做的 我居然和救主现在疼一天了 有道理啊 你讲的有道理 但上帝你看了 上帝要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你读圣经啊 读约翰福音 哪一个都没有说 那个如果想知道 耶稣基督哪一天出生 容易不容易啊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太容易 怎么不容易 那个时候很容易啊 路家的时候很容易嘛 约翰容易不容易啊 玛利亚生活在哪一个家庭 玛利亚 耶稣基督自家 玛利亚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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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家 我写圣经啊 我说我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写着写着 问一下玛利亚 能不能告诉我 主耶稣拿一天出生的 玛利亚不知道吗 自己儿子拿一天出生的 她不知道吗 哪个妈妈不知道 自己儿子拿一天出生的 有一些糊涂人 这么的啊 有一些糊涂人 可能真的不知道 但一般人都知道 你妈妈指不上 你拿一天出生的 肯定知道 肯定知道 一般人都知道 今天是我生日的 一般人都知道 但是她为什么不行呢 也不重要这件事情 圣灵感动 要我们在乎的 耶稣基督称死里复活 你看 哥伦多前述 他要我们在乎 他是称死里复活的主 不要你这些 神日这种东西 不要你在乎这东西 你非得在乎他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一点 在乎他这个东西 你看 约翰也没有写 路加也不写 马可也不写 马太也不写 马太是记账的 他记在日记 他记不清楚 他专门记账的 给罗马的税吏 他记账的记得很好 那记个日记的记不好 是不是 这不可能 你不要在乎 神都不在乎 你在乎干什么 有些人就是 纯属吃饱了 冲了 那基督徒就吃饱了 迎合这个世界 搞个娱乐 搞什么圣诞节 就是纯属搞娱乐 神都不在乎 不需要我们知道 我们非得给 搞一个圣诞节 来快活一下 你宣教 你天天不论宣教 天天给带福音单单出去 你为什么非得找个日子 你回去看爷爷来了 看外公外婆 回来找个日子 谁是买一张黑机票 或者说做火车票 就去看 你故意找日子 什么呢 就没有孝心 没有孝心 在往往搞什么 父亲节 母亲节 三八妇女节 这么等 你真的在乎他 你搞这些东西 各位同学 我们 个视频不太好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们家 耶稣满了八天的时候 就行割礼了 他们来到圣经里 先祭按照摩西的礼 他献的什么 他献的是什么 阿章 两只鸽子 为什么是两只鸽子 除鸽 而是除鸽 不是很带近的 为啥 他们在穷吗 很近老师 你之前说 那个富人家就献牛 普通人家就献羊 穷人家就献鸽子 对 他自己这个冷静 他买不起 那些羊和牛很贵的 今天 好 我们下面的时间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9点27过来 9点27过来 大家 休息一下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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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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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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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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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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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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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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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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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四十六节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我们今天 独播放 放 然后 优独播放 什么 优独播 什么是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独播放 他说 不信主 就 独播放 听书 小学 他们悔改 结出果子来 生命要改变 不要利用基督教教会 赚钱 捞名 搞什么 这种就会害人 就会害人 我们可以警醒自己 我们不要关心别人是不是毒蛇 更多的关心自己 我们自己是不是毒蛇 有没有去咬别人 有没有去伤害别人 求主给你们帮助 都多结出果子来 耶稣基督就受洗了 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为什么也还要受洗呢 就算受洗 他应该给 施洗约翰受洗 怎么他就找施洗约翰受洗了 反的吗 他就谁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这不是 这是多词一几个 他都是死了上帝的儿子了 就算洗的话 他是先 他应该给别人洗 他怎么还去找别人给他洗 你们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这个反的 就是我们国家主席 找你报告工作样子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好 我跟你讲个故事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个列宁 他是个无神 他不姓神 不姓上帝的 他有一次去一个办公室 去开会 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盟卫 盟卫不让他进去 他是列宁的 是苏联共产党的 整数纪领袖 他进去不让他进去 他说你拿同行证过来 没有同行证不能进去 旁边过来 他是列宁的 他是列宁的 说我不认识列宁 我按照纪律 我只能够看你同行证 你没同行证 你就不能够进去 我是盟卫 我是岗卫 对不对 你不能让人进去 那个列宁就说 他做的是对的 他应该这么做 然后列宁就把自己的 同行证拿出来 进了个礼就过去了 列宁就后来表扬 在苏联共产党上面 包括我们国家 中共共产党 他也在表扬这些 也就是他是盟卫 盟卫他不管你是谁 你过来你叫他通行证 所以我们国家 你看那个解放军 州府部门 他贴了个牌子 就讲列宁这个故事 盟卫 不管你是谁 你不能够看这个事情 就跟你没关系 我还要讲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们国家 79年到88年之间 我们国家是跟越南打仗 越南打仗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部队里 就调遣 对不对 有什么尸体武器 从南方 就运到北方去运回去 干嘛就不知道 就装回去 那么经过某一个市的时候 有一个县长还是市长 他要过去看一下 在火车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人家解放军说 你不能够看 这是军事机密 不跟你们关系 我看一下什么关系 我也是党员 而且我是党的高级干部 然后他又非得看 但他看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被伤闭了 我已经跟他讲过这故事了 有些同学听我讲过这 枪毙了的时候 部队也没有怪他 你怎么暗杀党的干部 他也没法这么大罪 不可以 你一定要这样子 而且部队不但没有处罚他 而且表扬了他 给他激功 因为这是你当地的 你不能让他去 这是机灵 不能说因为你是高级干部 你就可以破这个规矩 不信神的外邦人都知道 耶稣基督难道他不懂 耶稣基督不懂这个规律 上帝进的洗礼 你就应该洗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也应该守这个规矩 是吧 因而尽主绑的义 就亚伯拉摩西的儿子 不受割礼会怎么样的 上帝怎么样的 还记得吗 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的儿子 忘了给他受割礼 上帝是怎么做的 要计算摩西 你说这里想计算摩西 摩西那么忠诚 是的 定的规矩 规矩就是规矩 你不能够破坏这个规矩 今天这个是很难理解 尤其我没有当过边的人 很多人说 没有受过很纪律教育的人 就是喜欢随随便便 都是上帝的儿子 你还要试个 多词举 这个形式就不是 当今的本分大家都紧 不然就生的儿子都不免了 我们就来 也不应该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讲到耶稣基的童年 后面讲耶稣基的家谱 你们自己去看 就把童年就讲完了 就以后就讲耶稣基的事工了 怎样参与事工的 好 各位同学 有没有什么疑问 好 我们先这个结束导课 我们